嘉义市场黄敏惠要普发现金2000 想选总统的郑文灿说普发没钱了 浅谈桃源怎么花钱 8月24 2021苏贞昌预计发振兴五倍券 嘉义市场黄敏惠宣布将加码普发现金2000 透过追加预算加码补助市民共度疫情难关 对照桃源议会表决通过普发5000元 桃源市长郑文灿说桃源市并没有足够裁员 为何嘉义有钱桃源却没 桃源究竟是怎样花钱的 我亲眼看过郑文灿撒钱 2019年4月间 郑文灿到桂宝地本里里民活动中心 一堆市议员黏着他 我当时问了郑文灿继承车不跳表收费的问题 而郑文灿在里长报告完之后 突然说要给里长几十万的经费 据说是修缮里民活动中心 还有些活动经费什么的 超级大方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急迫性 其实在2016年 发动早交公投的潘中正就质疑 2014年市议员选举前 有许多候选人公开承诺不用议员款 选后却不分蓝绿 共同护航议员款预算 那现在呢 根据110年度1-6月 对议员所提地方建设建议事项处理明细表 光今年上半年就大约花了2亿 郑文灿当市长从2014年底至今6年半 假设每半年花2亿 议员在郑文灿任内花了26亿 郑文灿真豪迈 桃源真有钱啊 加义市场黄敏会强调 再加码普发每人现金2000元 这些钱都是共同努力节省下来的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加发现金最实在 加加户户受关怀 那郑文灿呢 郑文灿桃源市并无足够裁员 郑文灿说的就是废话 会节省的人当然可以努力节省下来 撒钱的人怎么会有钱呢 Blackjack 2021年8月24日搭配5倍券 加码加市长黄敏会宣布普发现金2000元 2021年8月24日12点12分联合报 记者林博华嘉义及时报导中央预计发放振兴5倍券 嘉义市场黄敏会今天事务会议宣布 将加码普发2000元现金 此部分所需预算约5.2亿元 市府预计9月中的议会临时会 提出追加预算案规划 借由府会协力合作 加码补助市民共度疫情难关 黄敏会说